紧接着我们看到第二个题目 一起念 甲乙比三人各自于民国四十三年 向A成租土地为建筑竹木造房屋 租约记载租旗为一年 然非一定一年一定 不是一年换次约 有时候两年换次约 有时候三年换次约 有时候五年换次约 但是逐年提高租约 但是到了五十二年 就没有再正式的定约 但是A能难对甲乙比三人收出 所以我们跟你讲 A跟甲乙比之间 有一个基地租赁契约 这个基地租赁契约 一开始在民国五十二年之前 应该就是定有期限的基地租赁契约 但是五十二年未再正式订约 但是A不表示反对 而继续收取租金 那我们当然知道 这里依照四百五十一条 变成不定期限的租赁契约 那继续 九十二年间到九十八年间 甲乙比三个人陆续死亡 由各自继承人 甲为甲乙继承 乙为乙一继承 乙为丙一继承 三人陆续将竹木造房屋 改建成砖造房屋 而A辗转 九十二年到九十八年之间 将土地所有权移转登记于B 可能是卖可能是送 但是他没有交代 取三人改建 均为取得土地所有权人 就是B的同意 既一百零二年 B为使用土地 主张甲乙乙乙乙乙乙的租旗 早已经届满 旗得收回土地 是否有理由 好 关于这个问题 我想关键点在 民法四百二十五条的规定 民法四百二十五条在讲什么呢 那我们简单讲一下 出租人与租赁物交付后 成租人占有中 众将其所有权让与第三人 其租赁契约 对与受让人能继续存在 这个四百二十五条的第一项 就是我们俗称的买卖破租赁 买卖破租赁是我们坊间的用语 实际上的用语应该是法定的契约承担 什么叫法定的契约承担 简单讲 原来出租人A的地位 由租赁物的所有权受让人B来加以承担 简单来讲 原来甲乙丙跟A之间的租赁关系 看到没有 其租赁契约对受让人能继续存在 简单讲A跟甲乙丙就是甲乙丙乙丙乙的基地租赁契约 发生法定的契约承担 转到B跟甲乙丙乙丙乙之间 简单来讲A的出租人地位为B所承担 这个叫做法定的契约承担 好法定的契约承担就是买卖不获租赁 所有权让人不影响租赁关系 这个存在已久 但是我们跟各位说明 民国88年在天修正 增定了425条的第二项 他这样规定 前项规定于未经公正之不动产租赁契约 其期限于5年或者未定期限制不适用之 民国88年增定的 要有买卖不破租赁之适用 前提是我们这边低于5年的租赁契约 如果超过5年 那我们跟你讲 你要去公正 没有公正就没有其适用 或者未定期限的租赁契约 你要公正 没有公正 没有其适用 这个是我们这边的425的规定 好这就是我们简单跟你讲 这个题目考的重点 但是你要知道第二项是在什么时候存在的 是在民国88年就存在 但是我们就要跟你讲 这个不定期限的存在在什么时候存在 民国52年就存在了 民国52年就存在会不会因为88年增定425第二项 而影响其适用呢 那我们就要想一想 有没有影响其适用 那我再跟你强调的是 这是我们法律适用的基本原则 这个叫做实体重就 程序重新 所以我们跟你讲民国52年变成的不定期限 租赁基本上没有425条第二项的适用 这个就是我们简单的跟各位做这样的讨论 好那我们现在再开始来跟各位讨论这个题目 那我再跟你强调一次 425叫做买卖不获租赁 叫做法定的契约承担 我们之前曾经跟你讲过了 甲把买乌出租给饼 并交付给饼 甲债把买乌卖给乌 并移转买乌所有权给乌 那我再跟你强调一次 甲饼之间的租赁关系 法定的移转到乌跟饼之间 所以乌能不能对饼主张七六七 答案不行 因为饼可以对乌主张 它有租赁关系存在 同样的问题 就像我刚刚跟你讲的 甲一以一 饼一就是谁 就是甲乙并甲乙并跟A之间的基地租赁关系 现在已经移转到B跟甲乙并 就是B跟甲乙以一 甲一以一丶一之间 所以B要对这三个人 依照七六七收回土地 答案我们当然才去否定 因为我们有买卖的迫助力 我们这边有法定的契约承担 甲一以一丶一 可以对B主张租赁关系而为占有 好那我们来看到这边文字的论述 好吗来看文字 第一段 虽不定期性租赁关系未经公正 B能无法对甲乙以一丶一 主张租其届满 而得收回土地 享受如下 来我们看第一点 甲乙并三人与A的租赁关系 为定期的基地租赁关系 所以各位同学你看 基地租赁系此 租用基地建筑房屋的租赁 好 即成租人租用出租人之基地 以自行建筑房屋为目的的租赁 实物见解认为 凡以在他人土地上有房屋为目的 而租用基地者无论租地后置建房屋 或者承受前手之房屋后 使租用该基地皆为租地建武契约 好这是实物的见解 甲乙并三人各自于民国四三连项A 成租土地是为了建筑 竹木造房屋 不论开始 一开始是一年 后来是数年 但是一直到民国五十二年之前 均属定有期限的基地租赁关系 好 再来看第二段 甲乙并三人与A的租赁关系 转换成不定期限的租赁 来我们继续念下去 租赁定有期限者 其租赁关系 于期限借码时消灭 租赁期限借码后 成租人能为租赁物资使用收益 而出租人不及表示反对 这意思是为以不定期限继续契约 故为民法四百五十条第一项 四百五十一条锁明地 四百五十一条锁定出租人 于租赁借码后 须及表示反对之意思 死生逐子续租之效地 意在房子出租人 于租赁借码后 明知成租人就租赁物 继续使用收益 而反对之表示 过后忽悠主张租赁关系消灭 使陈租人限于久禁而涉 本题贾以炳三人与A的租赁关系 在民国五十二年 虽没有再正式的定约 就是没有再续约 但是A能继续的收取租金 所以我们依照四百五十条 已经转换成不定期限的租赁关系 现在从定期的租赁关系 变成不定期限的租赁关系 继续我们看下去 那贾一 乙一 丙一 三人与B间 由法定租赁契约 承担四二五第一项的使用 简单讲 贾一 乙一 丙一 概括承受 贾以炳三人的权利义务 所以我们跟你讲 贾就是贾一 乙就是乙一 丙就是丙一 好 这个我想不用多谈 继续的如同我刚刚跟你讲的 第二项未经公正超过五年 或者不定期限的租赁 没有四二五第一项的使用 这是在民国八十八年征定的 民国八十八年因长期 或未定期限之租赁契约 对于当事人之间的权益关系 影响甚至乃于425条第二项 征定要求期限 欲五年或未定期限租赁 因经公正 以求其权利内容合法明确 且可防实务上常见的弊端 其债务人于受强制执行时 与第三人虚位定定 长期或不定期限的租赁契约 以防按在权人之强制执行 所以我们跟你讲到 现在贾一以一比一 就是贾一比 而425第二项 也就是我们这个题目要讨论的重点 这三个人跟A之间 已经从定期租赁变成不定期限的租赁 那425第二项 能不能适用在B跟这三个人之间呢 如果可以适用 当然就可以顺利的收回土地 如果不能适用 当然就不能收回土地 那我们就要跟各位说明 再强调是实体重就 所以跟你讲 没有办法收回土地 可以吗 无法 为什么 按出租人于 按出租人于 民国89年5月5日 民法在篇修正施行前 例如这个题目52年 已与陈租人订定 未经公正租赁期限 欲5年 或未定期限之不动产租赁契约 并将不动产交由陈租人占有宗 适与该法修正施行后 简单讲 就是在民国89年5月5日之后 就是该法修正施行后 89年5月5日之后 才将不动产所有人让与他人者 就像这个情况 88年之前 52年就已经变成不定期限的租赁了 那我们是在88年之后 就是92到98 A才将土地所有权移转登记给B 好 那有没有425第二项的适用呢 请你注意 基于保护民法在篇修正前 知既有秩序实体重就 以维护法律的安定性 当无4用修正后 民法425第二项规定之余地 此为本院就是最高法院最新界纪 所以我跟你讲 民国98年台上制 比692号判决以后 我们最高法院都采这个见解 简单来讲实体重就 我们在52年已经变成不定期限租赁 那你在民国89年之前 已经移转所有权 当然没有讨论425第二项的余地 即使你在89年5月5号 就像这个题目92到98之间 方将租赁标定所有权移转给第三人 那我们再跟你强调一次 一样没有425第二项的适用 此为最高法院最新见解 所以98年台上制692号以后 最高法院的判决 你自己去找通通采这个见解 所以可以知道 B 虽于民法再偏修正施行后 取得租赁标定物的所有权 因为是92到98年之间 但是为了保护民法再偏的既有秩序 就是实体重就 那这个问题大概就可以顺利的解决了 这个题目我就很快跟你讨论到这里 记住一个基本观念实体重就 那这个问题大概就可以顺利的解决了